每个人都喜欢烟花 喜欢它的滑光溢溢 也喜欢色彩缤纷 当然也喜欢绽放时的响声 但烟花的历史并没有像烟花那么灿烂 在有烟花记载的很久以前 中国的化学家们发明了一种重要的物质 这种物质驱动着亮光冲向天空 这种发明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火药 故事起源于古老的中国 在九世纪中期 那时中国早期的炼金术士尝试着制造长生不老药 他们意外地发明了一种毅然的粉末物质 这种物质烧掉了很多炼金术士的房屋 他们很快意识到 这种被他们叫做火药的黑色粉末 恰恰与他们不断追求的长生不老药被盗而驰 在最开始的这个时期 中国人还没有找到使粉末爆炸的方法 知道的只是这种黑粉非常易燃 所以那时中国的军队使用这种黑粉来制造火焰件 甚至喷火器 但是当他们研究出制造爆炸所需的物质的比例时 他们开始更多地使用火药来制造炮烛 用来驱赶恶魔 以及制造炸弹来抵挡蒙古的入侵者 大概是这些蒙古人将火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在与中国交战的过程中 蒙古人学会了怎样生产火药 而且用火药征服了波斯和印度 威廉鲁布鲁奇 欧洲派往蒙古的使者 于1254年把火药带回了欧洲 正是从那时起 工程师和军事发明家 发明创造了各种各样具有破坏性的武器 从炸弹到枪再到大炮 火药遍布于世界各地 很多时候火药留下的不是漫天滑彩 而是令人畏惧的效果 那么火药是怎样驱使烟花飞向天空的呢 你或许在旧石西部电影或动画片中看到过 当一根引线被点燃后 就会引燃一个有巨大爆炸力的火药桶 一旦火进入了这个桶 爆炸就会发生 但是为什么这根引线自己不爆炸呢 这是因为火药燃烧的时候 会释放能量和气体 当这根引线燃烧的时候 这些能量和气体自然地散发到了周围的空气中 但一旦火药进入封闭的桶中 这些能量和气体不能散开 就会堆积起来直到发生爆炸 烟花桶上有一个朝上的单向出口 可以输送这股爆炸的能量 等引线被点燃 能量就自然地从烟花桶里释放 推动烟花升向天空 火焰冲破烟花的外壳 在天空中完成了同样的反应 所以说虽然中国的炼金术士 没有找到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 他们却找到了铸就人类文明的东西 火药 火药造成了人类历史中的许多悲剧 但同时给予我们希望 因为当我们仰望星空时 也能看到黑夜的五彩斑斓 订阅本频道 观看更多值得分享的课程 满足你的求知欲